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布鲁斯·莱恩哈特 8月18日下令解封了与搜查特朗普海湖庄园行动相关的部分文件 包括司法部关于封存搜查令文件的动议 批准该封存请求的命令和刑事案件等 不过不包括搜查宣示书 此前特朗普的律师及众多特朗普支持者都要求公开搜查宣示书 要求证实联邦调查局搜索特朗普海湖庄园的合法性 但美国司法部警告称 发布宣示书可能会影响调查的完整性 同时也可能会破坏证据 根据新公布的文件 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特朗普的潜在罪行 包括故意保留国防信息 隐藏或删除政府记录和阻碍联邦调查 法官莱因哈特18日表示 可以部分公开搜查宣示书的内容 他要求政府于本月25日提交修订的搜查宣示书 并对其进行审核 而特朗普方面则发布声明 要求公开未修订版本的搜查宣示书 莱因哈特因为授权联邦调查局搜查 特朗普的海湖庄园 正面临网络上的死亡威胁 据LA Times8月18日的报道 加州议员周四批准了一项法案 允许一些有犯罪前科 但没有再犯的加州人封存这些犯罪记录 这一举措受到了刑事司法改革倡导者的支持 却遭到了执法部门的严厉批评 SB731法案要求 如果一个人完全服完刑期 包括缓刑期 并在四年内为被判另一项重罪 其大多数定罪和逮捕记录 将自动以电子方式永久封存 该法案还将适用于那些被指控犯有重罪 并在监狱服刑的人 以及那些有逮捕记录但从未被定罪的人 犯罪记录仍将被提供给对求职者 进行背景调查的学区 县教育厅 特许学校 私立学校和州立特殊学校 如果申请执法部门或公职人员的工作时 被问及 封存记录的人也将被要求披露他们的犯罪历史 登记在册的性犯罪者被排除在立法之外 那些被判犯有严重和暴力罪行的人 如果想封存他们的记录 必须向法院申请 执法部门 法院和州司法部仍然可以访问这些记录 洛杉矶警方8月19日公布了一个视频 显示在洛杉矶南部一间7-11便利店 遭到洗劫的画面 与以往零原购都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冲进去抢劫不同 这次有上百人冲进店里抢劫 无力招架的店主只能放弃侮靠 流声机警察局南部交通分局的负责人瑞安·莫列诺说 这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愤怒 有点暴怒的心态 他们走进商店开始洗劫这个地方 带走所有东西 尽可能的拿食物 香烟 彩票 还有人试图抢走收银台 警方表示 涉及此案的每一个人都面临多项指控 包括盗窃 抢劫和破坏公务 三蓝总理马林在私人派对热物影片外流 遭反对党质疑神情有益可能吸毒 他虽言辞否认 但迫于政治压力 8月19日主动接受毒品检验 他重申从未碰过毒品 没做过任何违法的事 即使是青少年时代也没有 之所以愿意验读是为了平息争议 被问到是否可能解散国会提前选举时 马林否认有此必要 认为自己的领导能力很好 并强调自己不会以私害功